恭喜了 云端白板里面 这个基本语法与结构控制 这边也都有 那我们刚刚写过的程式 其实云端上我也会有 好像会贴一份吧 所以刚刚写完的东西 这边也有 那另外的话 BMI就这些 其实这边也有 当然如果你打字比较慢的同学 你可以先那个C-C-V 不过尽量还是能够自己 把它打过一遍 不然的话 其实最重要还是要你要熟悉 这些语法 那最后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这个做完之后 我希望有几个地方 希望再增加的 就是说当然事舍无路 还有就是说输出的结果 我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格式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又改了一个版本 比如说BMI 那我们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呢 看到的结果是 升高 随便输入一个 Enter 好 那我希望怎么样 你帮我把BMI的结果给输出 然后换行 评语是多少 帮我把它怎么样 把它print出来 OK 也就是说呢 我们刚刚只有单单什么 输出一个 标准 或者不标准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在前面 再把BMI补上 然后这边的话要换行 换行还记得吧 加一个反斜线N 有没有 但是你要把它当自串来看 它是自串里面的一个部分 那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它变两行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会发现 因为它是一个floater 那floater的话就小数点 所以你会发现它除完之后 一定除不清 所以后面有这么多小数点 那当然看起来 一定是感觉 太多小数点了 OK 顶多的话 我们大概小数点的第二位就好了 可是要怎么样把它变成 小数点的第二位呢 那方法当然很多啦 你要不就像Excel里面 你会用格式嘛 上面那个有没有 取小数点的第几位嘛 增加跟减少小数点 要不然就是按右键 除了格式 格式一下 另外的话呢 VBA里面 或Excel里面 有个函数叫Round Round的函数 其实不是只有那边一样 这边也一样 所以如果说 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把它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的话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在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的前面怎么样 Round的 对 而且这个地方你会发现 它里面的这个方选 这个函数呢 是一样的喔 那只是说呢 它用法 第一个前面加Round的前刮符 然后把公式放后面 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记得就 0.2 后刮符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它就自动帮你试试的路到小数点第二位 这一招最简单 另外还有用格式 如果格式相对的比较复杂 我们待会再看 那你把它Round加上去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一下 理论上呢 请输入身高 体重 身高 100 随便输入 Enter 有没有 小数点的第二位 其实就透过这样子 加一个Round的前刮符 0.2后刮符就可以了 它就帮我把这个计算的结果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放在BMI就好了 再来就说 输出我刚刚就这个 轻度肥胖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希望呢 后面再先加一个BMI冒号的话 特别需要这边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这个程式里面 做一点事情 每一个Printer Printer后面呢 加上什么呢 加上BMI 冒号 记得喔 因为你要输出的话 记得要把它转成Stream 转成Stream之后 把BMI包在里面 对不对 然后呢 它才能够跟 就是由辅典 转换之后的话呢 转成自串才能跟BMI串 串完之后的话 后面呢 还要再加一个换航 特别注意喔 换航喔 请注意喔 换航 本来如果没有加换航 它评语会跑到后面 那如果要换航的话 记得喔 把它写在双引号的里面 加一个什么 反斜线N 这个反斜线N 就类似Enter 就换航 那评语的话呢 就是过轻 类似像这样子 就是Printer 然后把这边串 串一下 应该没有问题啦 但是呢 你会发现喔 这个好像有一点麻烦 怎么样呢 变成说之前可能只有一个评语 那现在是加了这个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喔 如果加的话 每个都要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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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加的东西都一样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假如说喔 每个都一样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它精简一下 那其他这样写也没有错啦 反正输出是不会有问题 只是就程式的角度来看 如果有重复的东西 尽量不要让它一直重复啦 所以可以让它精简一些些 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是把第一个BMI 这个做完之后 那我讲过啦 版本控制嘛 你像我写程式的习惯上 如果我要改一个版本更好的话 我一定要把旧的保留下来 因为如果你没有保留旧的 有时候改一改 改不回去了 然后东西也不见了 错了就回不去了 所以习惯上怎么办 会把BMI复制一下 再贴一个 Eclipse这方面还蛮方便的 因为你把它Copy之后 再贴的话 那你就可以再去给它一个名称 那我的习惯喔 特别注意啊 就是你那个命名啊 尽量不要用这个符号啦 比如一些很特别的符号 像什么这些 如果你要用符号 只要只能用 我的习惯是只能用底线 除了底线以外的符号 尽量都不要用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中文的部分 中文的部分 不是说全部的地方都能用中文 有些地方用了中文 反而会有问题 那我会试啦 像这个名称可以用中文 那OK没有问题 可是其他地方不见得可以用中文 像之前有遇过什么 中文的资料夹 如果你把你的workspace 放在中文资料夹里面 居然出问题 也有这种情况发生 那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把刚刚的bmi 改为另外的版本 另外的版本 最大的差别是第一个bmi 我希望把它输出 输出的话呢 记得把它改成小数点的第二位 然后加一个换行 把评语放在下面 OK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这个其实都是诀窍的 反正以后用来用去 大概都会用到这些东西 那会把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 跟各位做说明 那其实用来用去 跟VBA 其实用法 我觉得 其实差异性也没那么大 观念大概都大同小异 那请各位试议 再来就是说 程式写完之后 有没有办法让它更精简 其实越精简越好 如果要精简的话 可能要想一些方法 让它比较简化一些些 第一个当然 如果把原来这边 再精简的话 那有哪些地方可以再精简 我把它再复制一个好了 保留旧的 不然的话 那第一个当然 我这个一定要加一个Round 这个把那个Round 理论上 刚刚同学 理论上我打这个 它会自动提示 如果你又没有提示的话 那个环境可能 会有问题 那其实这个提示还蛮方便的 就是确定一下 你是不是打 打对还是打错 那第二个如果说 你要再精简的话 就是把那个加上去 不过你会发现 如果说我今天输出 希望能够像这样的 一个BMI 然后一个 目前那已经是小队 第二位 可是你会发现 前面这些一直到评语前面 其实都一样 所以如果都一样的话 我是建议干脆怎么样 你这边呢 可以把它不要Print 你就是先建一个字串 那个字串的话 也许假设 我这边建一个空的一个S 它是一个字串 那能初始化就空的 等于这个S以后呢 先去接这个 那最后再一次 把它Print出去就好了 所以 这边的话我可以 不过这边如果要改的话 可以 我的习惯是Ctrl加F CtrlF就是 可以是寻找 也可以是取代 CtrlF 然后把它取代成什么S等于好了 就是把这个四串丢给它 把它repress all 全部取代掉 取代掉 刮弧没办法取代 所以刮弧 你可能要自己再把它删掉 那也就是第一个 我先建一个S的变数 那第二个的话 你就把它再back到前面 Print Print 刚刚那一串 就是Print什么呢 Print 这一个 然后只要到平语为止 就这一串 OK 把它Print到这里 这样子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平语呢 加上什么S就好了 然后后刮弧一下 大概这样 就是把这一 你会发现了 刚刚一串 现在只剩下这个而已 就是再把这个串到后面去 因为它本身是自串 所以呢 跟这个自串串没有问题 除非说你是INT 或floater 这样的话呢 就会问题 大家现在看起来 如果两边比较起来的话 感觉应该会比较清爽一点点 因为这边 毕竟程式字片少了 如果写法只是 反正写得出来对就OK 只是有时候自己写心情要比较好 看的就比较舒服 不要说成是一堆字那么多 看起来心情就不好 所以这样跑起来的话 应该OK 所以这边把它执行一下 那里面的话呢 随便再输入一个 56公斤 身高180的话 OK 这样也是一样 结果输出 OK 那只是不同写法 所以以后的话 我建议就是说呢 你们可以不同版本 可以多试几种方法 反正你就试吧 试错了没关系啦 就是后面版本错了 就把它删掉 没关系 因为程式的写法 其实不止一种 可能几十种 每个人写的逻辑不一样 写出来都不一样 可能我想到的 跟你想到的又不一样 OK 那再来的话呢 后面还有一些其他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 还有什么呢 后面还有几题 就是车支部分 不过这个我想比较简单 自己在练习 请输入车支 如果一段票就15块 两段票输入2的话呢 那就是30 不过请特别注意哦 我这边哦 因为他输入的是什么 输入是1 输入是2 OK啊记得哦 input进来的东西 一定是自串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转型的话 记得哦 你不能用那个数字哦 不能用等于哦 等于1哦 而是要等于什么 等于1 而且是等于等于1哦 有没有发现 除非说你假设吧 如果你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你转型的 前面再加int的话 那你的比较的方式 就不能两个等于哦 就一个等于哦 把它当数字看 跟把它当自串看 那结果会是不一样的哦 OK哦 那应该可以理解吧 OK 这边的话应该过来是 是那个自串哦 假设输入1的话 它一定是这样子哦 那你要比对的话 一定也要是把它当自串看 除非你转型哦 OK第一个哦 那另外还有一题就是判断性别 假如说呢 哎 m的话是男生 f是女生 不过因为输入一定是一个英文字 哦 那英文字的话呢 当然哦 如果等于m 那create 0是男性 呃 反之就是 等于 反之 alc就是输入f 那就女性 那有一种可能性哦 他输入a的话怎么办 哦 当然这边我alc就是他乱输入了 别闹了好好输入 OK哦 就是表示说呢 就有防呆的机制啦 OK 那当然程式的话输入你还要考虑要防呆 所以防呆就是他输入错误的东西 你要提示他 并且让他重新输入 那接下来后面还有一个练习 假设这个是VBA 以前我们有做过练习 如果他输入的成绩是 介于就是80分到100分 就A B CD 就是像这样子 那我要怎么样去判断 如果两重逻辑的话 加成绩都input的一个成绩 一样要ind转型 如果大于等于60的话合格 反之就不合格 不过 可能需要 比较复杂的 其实就是这一个 就是 那个什么呢 多重逻辑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个成绩的多重逻辑 另外呢 如果你要输入不止一个成绩的话 假设我们有三个成绩 A B C 那一样我就给他A B C 三个成绩 那我要算的 当然如果是我要算平均的话 平均有没有及格的话 那当然就相加除以3 再来判断 他结果 他这个三个成绩的平均 是不是合格 是不是 不是合格 是A B C D 哪一个等级 OK 那请各位 可以先试一下 刚刚两个类企题 待会再试一下 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除了说input 可以用什么 用三个变数来完成之外 你会发现有三个成绩 那假如你有四个成绩 五个成绩 更多成绩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宣告多个变数 其实蛮麻烦的 所以如果说你的资类量多的话 建议用什么 用这个lis lis其实比较像那个 一般其他的语言叫正列 你可以 但是他又跟正列有点不太一样 正列的话呢 只能放单一种资料形态 那lis它的好处是 你可以 同一个lis里面呢 可以放不同的 这个资料形态的资料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刚刚的两个练习题 好了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